震燃流流當然不想家裏發生火災、爆竊、停電、漏水、爆渠等意外 引致財物損失 甚至槍掉下街令老人受傷 一份家居保險是否可以安枕目休 今集理財要貼地 選出10款掃把至1500元以下的家居保險 幫大家比較一下 投保家居保時 一般要提供單位面積、樓齡、樓宇類型、物業用途等資料 以建築面積500平方呎以下 40年樓齡以下多層式住宅為例 首年保費最便為大新保險樂家家居保障計劃A 折後424元 不過最高家居財物保障總額只有30萬元 最高第三者責任保額也只有300萬元 如果怕保額不足夠 市場上有多款家居保險 家居財物保額介付50至80萬元 第三者責任保額介付500至700萬元 折後保費介付500至600多元 不過還以家居綜合保險的家居財物保障總額 和第三者責任保額均較以上保險公司高 分別有100萬元和750萬元 而折後每年保費只需482元更為優勝 中庸之道的選擇有兩款 分別是中國平安家居綜合保險五層樓以上 最高家居財物保額有100萬元 最高第三者責任保額有1000萬元 折後每年保費為599元 大新保險樂家家居保障計劃C 最高家居財物保額有120萬元 最高第三者責任保額有1200萬元 折後每年保費為864元 擁有最高家居財物保額的是 昆士蘭保險家居綜合保險卓越計劃有150萬元 第三者責任保額最高有1000萬元 折後每年保費為1012元 擁有最高第三者責任保額的是 One degree家居保險專上計劃有1500萬元 家居財物最高保額的是120萬元 折後每年保費為1352元 大家應該根據自己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家居保險 選擇家居保的時候 需要留意保障範圍和不收保的條件 還有支付額、墊底費 即是投保需要自行承擔的費用 想保障自己、家人和安樂呢? 購買家居保的時候 記得看清條款 今集談到這裏 下集再見